中路颱风天鹅持续往北移动 逐渐远离台湾 台东一早出现阳光 风浪明显逐渐减弱 不过台东离岛航线 只有海运因为海况不加停时 蓝蚁航班上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停飞外 下午恢复飞行 一听到消息 许多在机场等待的民众都相当兴奋 台东雨市虽然逐渐变小 不过外海仍然不时出现大浪 而东部沿海有不少民众到海边嬉戏 甚至还有民众脱血被海浪卷走 相当危险 中台天鹅七级暴风半径 缩小为一百五十公里 不过外围环流仍然持续影响台湾 特别是北部民众 还是要严防大豪雨发生 记者下班级大盛 台东市采访报道